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今天我希望跟各位分享的话题 也希望能够满足大家一点简单的好奇心 在我看来 创业者的本质是一个deal maker 创业的核心能力 是搭建交易结构的能力 2015年我创建自己第一家公司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百 大学没毕业 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没有人 甚至连一个创业的想法都没有 我9月份参加完保研考试 拿到资格之后回家 十一长假 我躺在床上就想 觉得过去那种日子过够了 想换个活法 于是老子要创业 但真的什么都没有 有的只有勇气 所以我的创业历程真的是从开始想自己要干什么开始的 那个时候拿了一张A4纸 一支笔 就开始拉 说我要做一个创业公司 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两个东西逃不开 第一个东西叫团队 因为没有人没有办法做事情 第二个东西叫钱 因为我的父母和我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我要去融资 而搞定人和搞定钱 就必须要求你的创业想法里面要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 这个核心问题 很多创业者都会被question 叫做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钱要投给你 为什么人要跟你混 为什么你是CEO 最后上市的时候你在中间敲钟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必须去找寻自己相较于其他创业者的比较优势 于是我的创业想法很快就被拉出来了 我在大约大学的前三年 主要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学生工作 我做过北大学生会的副主席 我在全国学联工作过 所以我一定是最懂学生和学生组织的那拨人 因此 这是我相较于其他创业者的创业优势 于是很神奇 我花了一天知道自己想要创业 又花了一天确定了自己的创业想法 我要给创业组织做一个通讯软件 解决他们以往上传下达中的问题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微信企业版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找人 10月3号的时候 我就发微信 首先我要找的是程序员 那个时候我跟信息科学技术学员的同学说 我说我需要两个程序员 一个前端 一个后端 但那个时候北大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创业公司 已经把市场上所有的实行都笼络走了 于是我只能找年轻的 所以后来他给我推荐了两个刚上大三的 其实那个时候在我眼里他们是小屁孩 当然我也刚上大四 但是那是我唯一能用的人了 10月9号我印象非常清楚 我回到北京放假回来第一天 在北大西门的咖啡馆里面 我们聊了四个小时 我激情澎湃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业想法 展望了未来 定下了一个五年去纳斯大克敲钟的小目标 那个时候我说 你看 这个想法我已经想太久了 我是这个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最懂学生 最懂学生社团 学生组织的那一拨人 而且现在 已经有很多的投资公司 排在门口要投我们了 我有十几个高校的巡回主席 未来会帮我铺渠道 万事俱备 就差你们的加入了 但实际的情况呢 是那个时候 因为想法就诞生一个周嘛 所以我刚回北京的是我见的第一拨人 但是你是不能告诉他们真相的 因为你把真相说了 人就被吓跑了 所以我只能非常坚定地跟他说 所有使用都准备好了 就差你们了 之后的两个周 我也用类似的逻辑 去找了我身边原来十几个高校的学生会主席 一个一个地去找他们聊 逻辑是一样的 我说 你看 这个想法我想太久了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我们的程序员 北大的 虽然年轻一点 但是奥赛金牌 保送来的 了不起 投资公司排在门口 希望投资我们 现在就缺 你们这些高校的主席加入进来 帮我们铺渠道 就这样 我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聊光了身边所有胳膊腿能动的 我认为靠谱的朋友 就这样稀里糊涂 连蒙带片地拉起一个创业团队来 十月的中下旬 那个时候我走后门 去青岛参加一个创业路演活动 其实我当时没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团队都还没组建起来呢 但是我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 背着包 拿着手绘的原型图 就去见投资人了 也是慷慨激昂 说什么你们都知道 这事我想太久了 其实当时心里很没有底的 但是当场 既然真的有两个投资人 回来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其中一个人还发微信 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投资我们的意愿 其实你们可能很难想象 那场路演结束之后 我出来 第一个电话打来北京 打给了谁呢 打给了工商代办 我说我想咨询一下 注册公司需要多少钱 多长时间 能加急吗 我钱马上就要进来 回到北京之后呢 我就跟团队说 我们要去见投资人了 四个小屁孩 花了两宿的时间 去准备了一个精美的PPT 然后一起西装格里地去见投资人 就这样兼特别幸运地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150万 那个时候觉得 哇 天文数字 这辈子都花不完这么多的钱 后来11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在海淀区中关村的一个 住宅楼里面租了一个loft 不大 我们从淘宝上买了三张铁床 还是我自己组装的 我们平时七个哥们 白天就在楼下工作 晚上就上去睡觉 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那时候其实特别特别的 就像硅谷里面一样 很有年轻人互联网公司创业的氛围 现在四年过去了 公司也已经一千多人了 我们换了行业 换了团队 换了故事 所有东西都换了 但是每每想起那段创业的时间 我都觉得真的跟做梦一样 但是故事啊 归故事 今天我其实画了一个图 来尝试去解释或者了解一下 我在组建第一次创业团队 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用了哪些理性的缓解 首先第一 我做了一个机制的研究 我要先想创业想法 我认为这个创业想法 服务于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是 如果我想要打动别人 我一定要先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别人为什么要跟我混 所以依据这样大的机制逻辑的判断 我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创业项目 第二件事情 核心要素判断 我开始想 那服务于这个想法 我需要哪些要素 我认为有三件事情我需要 第一我需要程序员去写产品 第二我需要高校主席帮我渠道 第三我需要资金 来启动整个项目 这些核心要素确定了之后 进入到第三个事情 也是最关键的事情 叫故事创作 其实故事是一个交易结构 最核心的那个部分 换一句话说 一个好的完美的交易结构 核心就是一个好的完美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又是由针对每一个核心要素的一个个小的故事组成 大家想想我刚刚讲述的过程 其实在给每一个核心要素讲述故事的时候 我都用了同一套逻辑 叫做我假设甚至妄想 我所有其他要素都已经具备了 去说服单一要素加入进来 当每一个单一要素都因为其他要素的加入 加入进来的时候 我就汇聚了所有的板块 召唤了神龙 搭建起来的这个交易结构 当然 贯穿始终的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叫做盲目的自信 注意啊 是盲目的自信 自信这件事情在创业里面永远是不够用的 我们发现那些伟大的创业家 伟大的CEO 他们一定在那个时间阶段 在自己所做的事情 拥有着非常的近乎盲目和偏执的热爱和热情 这才能保证他 在讲述那些宏大的愿景的时候 说服核心要素加入的时候 在未来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 都能始终保持着极强的感染力 所以我们看 一个交易结构 就是这样被完成的 曾经有一个前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在大约20年前 这个前辈就已经赚了5000万人民币 那个时候5000万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但有一天 他看到了一个政府的工程建设项目 需要投入10个亿的资金 很多拥有5000万的人看到10个亿的项目 可能就走掉了 但是这个师兄 基于自己过去对这件事情 对这个商业模式的判断 认为这个项目极其的靠谱 远期前景非常的大 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于是他决定去做这件事情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依托于自己手上有的5000万人民币 去借光了身边几乎每一分钱 透支了自己所有的信任 又借来了5000万 凑了一个亿 一笔干净利落地打给了政府 作为这个项目的保证金 政府收招这笔钱的时候 其实很惊讶 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定背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壮大的企业 有着雄厚的资金积累 有着非常好的团队 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 于是也放心地把这个项目交给了这位前辈 于是这位前辈争取了这个政府的信任和这个项目的经营权 之后他利用这件事情去说服了一个工程建设的团队加入自己 用同样的逻辑 在这个地块每建设起来一个建筑的时候 都去找银行 抵押贷款 不断地去获得未来工程建设的现金流 直到几年之后 他真的把整个项目建了下来 在20年前 这个项目给这位前辈赚了整整30个亿人民币 所以我说创业者的本质是一个deal maker 而创业的核心能力是搭建交易结构的能力 当然我们可能会说 是不是这种搭建交易结构的能力只会在创业的场景下发生 但我认为其实在很多的生活以及工作的场景中 它都会广泛地存在 每当线性思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往往就是结构性思考登场的时刻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我生活的非常真实的例子 我在上大二的时候 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 我面对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人生命题 用线性思维是解决不了的 我上大学 我父母只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我能够好好学习保送北大的研究生 这件事情是非常消耗时间的 当我在大二的时候 第一 我在当学生会的部长 要竞选那一年学生会的副主席 第二 为了赚取生活费 所以我在一个培训机构兼职当语文老师 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地消耗我的精力 所以我当时面对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 如何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去换取一个好的考试成绩 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多数人我们都遇到过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在那一年 当我启动了搭建交易结构的核心能力之后 我在大二学年184个法学院内级的学生中 综合成绩考到了第二名 而且我那一年还选上了学生会副主席 那我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的呢 第一件事 机制判断 从临时抱佛脚的角度看来 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有两个核心要素 第一个事情 叫有充足的复习时间 第二件事情 叫有很高的复习效率 而很高的复习效率依托于一个东西 叫做复习资源 也就是你手上有没有好的笔记 以及有没有老师划清的题库 确定了这个大的方向之后 我去研究法学院考试的机制 又得到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 在法学院的成绩评定 和整个的保研考试机制里面 只关注专业必修课的成绩 和专业选修课的成绩 所以在那一年 我首先战略性地放弃了所有的通选课程 学成啥样是啥样 考试的时候 一定不能占用复习的带宽 第二件事情 我发现其实法学院 每一年有两门到三门的专业现选课程 是可以自己选择 在什么时间 什么阶段去修完它的 而每一门课程后面 都标注了它的考试时间 大家知道为什么考试时间很重要吗 是因为当你在两个州的考试州里面 面对五门课程的时候 我永远会在选课的时候 把它排成两到三天一门 而不会把两门专业课程 排到上午和下午 因为这样 我能保证跟每一门考试 都有非常充分的复习时间 独立的复习时间 来保证我能临时抱好佛教 OK 大家在机智研究清楚之后 第二件事情 核心要素判断 我有了相对充分的复习时间 我还缺乏什么呢 我缺好的复习资源 而好的复习资源在谁手里呢 在学霸手里 所以第三件事情 我要想一个好的故事 去说服学霸 把这些资源共享给我 我讲了个什么故事呢 那一年我们法学用五门专业的课程 于是我找了四个跟我关系不错 并且平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学霸 我们组了一个学习小组 我说你看 树叶有专攻 我们每一个人 我都希望你们去选一个 自己最喜欢的最擅长的课目 我们去听好这门课的每一门课程 去记好每一个问题 去画好老师的每一个重点 这样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们五个人凑在一起 去共享我们彼此最擅长的 那个学习资源 我们就能够得到 五份最好的学习资源 这样我们就能共同 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 这个故事 在学霸的心里面 是没有办法say no的 于是 我在那个学年 只花了对一门课认真学习的精力 但是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就获得了行业里面 年级里面最好的 其余四门学科的复习资源 配合上充足的复习时间的保证 于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看 这就是交易结构的能力 一个好的交易结构 能够尽可能多地 把外部的力量汇聚进来 帮你解决问题 这是团队性的思考 而不是个人的思考 这是结构性的思考 而不是个体的思考 当然了 我总是要说 创业其实并不像 我刚才所说的 都是这么多正面的例子 创业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过程 其实永远会伴随着各种 沮丧 失落 情绪的波动 压力 甚至绝望 我记得去年的9月份 就像我这么一个乐观的 积极向上的人 我都有一刻 真的想要去死 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跟着一切说再见 我17年的时候 在公司的办公室上 挂一横幅上面写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那一年 我用这句话 一百遍一百遍地 去安慰自己和团队 因为创业实在太难了 所以我一定要说 在创业这件事情里面 你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多 你需要用到结构性能力 结构性思考的部分就越多 因此 创业的核心能力 是搭建交易结构的能力 今天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在座的各位 其实你们在当下 或者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可能都会想投身创业这个进程 很多朋友来问我 说一辙 你觉得我适合创业吗 每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希望 我们能认真地思考 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具备了 在一个创业公司发展的过程中 去时刻搭建交易结构 以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准备 去以非常坚定的信心 去面对过来 发展过程中 那些未可知的挑战和命题 但是 在大多数时候 如果我们朋友真来问我这个问题 包括今天各位 如果你们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可能会是 干就完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答案 因为在我看来 当我们想要去创业的时候 那至少就证明 你依旧是一个 对世界充满信心的人 你依旧是一个年轻的人 你依旧愿意为了 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事情 愿意为未来 倾注你自己的心血和奋斗 在我看来 这就已经是 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2015年的10月2号 我当时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 去想纠结自己 要不要创业的时候 其实今天 回过头来再看那个时间 创业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 我并没有得到 来自于家人 来自于朋友 来自于老师的足够的支持 我甚至没有能力 去创好一家公司 但是那个时候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脑海中突然想到一句话 这句话是霍姆斯 在一篇长文 叫男孩想要的东西里面 结尾的一句话 这里必须要给大家 做一个注视 霍姆斯是法学界 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法官 而那个时代 因为所有的法律从业者 几乎都是男性 所以我们想 男孩想要的东西 其实是霍姆斯法官 写给所有出入职场的 法律人的际遇 法律 是这个世界上 无论如何 都极其严肃的一件事情 但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 这样写道 他灵魂的欲望 是他命运的先知 这句话后来 在我人生非常多 关键的时刻 成为我做出 重要决定的支撑 我也希望作为今天的节语 送给大家 因为 在我看来 当你的内心告诉你 你一定要去做一件 改变世界 影响其他人生活的事情 的时候 哪片这件事情再小 我都希望 我们能去勇敢地追逐 所有人 也一定包括我自己 都会祝福大家的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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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